无常 凡夫来讲 无常是恐慌 是不敬 是苦的 是空的 是无我的 那么在圣人的角度看 就不是这样子了 没有无常这种 无自性的 这个生命的转动 那所有生命都停止 所以不生不灭 是指心体离恋 心的体性 离执着的恋 离分别的恋 离一切颠倒的恋 而不是说 我坏了众生共业 所感的这个事件 业力所感的事件 就是有违法 就是无常法 就是败坏法 圣人已经转世 成至转繁成圣的时候 无常法 反而是他的物态 何以故 他策误 无常就是永恒 因为空无自性 空无自性就是永恒 那永恒也可以运用在 时时刻刻的 无自性的无常法 在座之位 如果没有无常 有办法变成有其自性 那么就框死 所有的运作 这棵树种下去 不会火 因为它是藏 藏就定定 一个人150公分 这个藏 这个一辈子都是藏 这个小baby一出生 是藏 就永远这样子 一点点 知道吗 被自性 控制住 卡住 所以万法 无自性 法就能够转动 能转繁成圣 转世成至 那么无常法 就是现象界的一种流动 的生命 所以在座之位 强转法轮 这也是一样 所以是流动 的一个转法轮 适合任何的时空 为什么呢 因为 没有这个流动的 无常法 就没有佛法 离开了元气法 就没有菩萨的物胎 离开了无常法 也没办法度众生 那是圣人 超越一切无常 变成常乐我静 心不争不减 他必须在 入 说佛 度冲生 而就必须跟着 所以流转 也是流入不动 不争不减 一样的 每一个时空动点 都是绝对的大空 所以流动的生命 当下 就是最究竟的因言法 最究竟的因言法 就是不可得 就是非因 非眼 究竟极灭 佛 正的一切法 无生 再进去到最究竟的 大极灭 涅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一切法 不可以离开元气法 离开元气法 没有体相用 离开元气法 就断灭了 所以一切 体相用 因言果报 本末究竟 统统在 不可以离开元气法 不可以离开元气法 所以邪法 是什么时候邪法 就是现在 就是当下 他生命 才有意义 那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等等等等 你难道可以离开元气法 邪法吗 不可以离开元气法